五吨重的大象都会被吃 为何骆驼却没有天敌 难道有秘密武器 要说陆地上体型最大的生物 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大象 它们凭借着自己体型上的优势 在自然界中也拥有着一席之地 很多人都认为大象的体型如此庞大 在自然界中应该不会遇到与它们实力相当的对手 然而在危机四伏的非洲草原上 体重重达五吨的大象也常常面临着天敌的威胁 例如狮子猎豹等动物都有着杀死大象的能力 不过让人惊讶的是 大象凭借着自己的体型都没办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骆驼却很少被肉食动物盯上 这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骆驼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要知道 骆驼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存能力 即便是在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 它们也能够长期生存下去 但是自然界中的大部分肉食动物 都是没办法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生存下去的 所以生活在沙漠中的骆驼 很少会被其他肉食动物吃掉 既然如此 那么是否说明骆驼在自然界中是没有天敌存在的呢 实际上 一物降一物是自然界中最基础的法则 几乎没有物种能够绝对安全地生存在自然界中 否则就会严重破坏生态链的平衡 骆驼也不例外 由于大部分物种都无法适应沙漠地区的气候 所以能够在那里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算多 阿拉伯狼算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肉食动物 所以一般情况下 阿拉伯狼也是会给骆驼造成危机感的 为什么骆驼明明有天敌 我们却很少听说它们被吃掉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感到十分好奇 骆驼并不是自然界中无敌的存在 但我们却很少听说它们死于其他动物的口中 这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它们有什么独特的保命方式吗 阿拉伯狼作为为数不多能够在沙漠中生存的肉食动物 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 骆驼耐力更强一些 并且它们并不像我们看上去那么温和无害 没有被驯化的野生骆驼脾气还是十分暴躁的 而且它们的体型比阿拉伯狼更大 所以在打斗的过程型 骆驼与阿拉伯狼的实力差距并不大 再加上阿拉伯狼要想捕食骆驼 体力上面的消耗非常之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把骆驼杀死 还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如此 就算是阿拉伯狼真的成功捕食到了骆驼 它们将其分食之后 残留下来的遗骸也会很快被封杀掩埋 并且沙漠中人际罕至 很少会有人长期在那里 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机会亲眼目睹骆驼被捕杀的画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阿拉伯狼的数量一直呈现着下降的趋势 所以骆驼的天敌数量锐减 只要它们不离开沙漠地区 几乎就不会遇到致命的危险 除非骆驼前往其他地方觅食 才有可能被生活在沙漠之外的肉食动物捕杀 这样看来 能够在沙漠中长期生存的优势 成为了骆驼不被捕杀的重要原因 骆驼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存能力 为何如今却面临着宾威的困境 据统计 如今世界范围内生存着的骆驼数量 已经超过了1600万只 不过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 数量如此之多的骆驼 却被列入了宾威动物保护名录中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 如今我们常见的骆驼 大多为被人类驯化过的骆驼 而那些真正算得上是野生骆驼的个体 可能只有不到1000只 所以人工饲养的骆驼 与野生骆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既然如此 那么导致野生骆驼数量 持续减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开始的时候 野生骆驼的数量并不算少 不过随着人们发现了 他们那干旱的特性 以及其他的种种优势 更多的人选择捕捉野生骆驼 并且将其驯化 用来铲除骆驼奶或是运送物资 骆驼经济就此开始发展 不过随着人类的不断扩张 以及频繁的驯化野生骆驼 导致很大一部分骆驼成为了牲畜 而野生骆驼的数量越来越少 至今濒临着灭绝 除此之外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同时也影响着骆驼的生存 因此那些躲过了天敌的野生骆驼 也依旧面临着生存危机 如今人们已经重视到了 对野生骆驼的保护问题 建立了很多自然保护区 相信随着人们的保护 野生骆驼的生存现状 一定会有所改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普文心争稿了 I want to ask everything to know 是 我